加利亞 今天帶你參觀瓦景花園 屋苑有76間屋 交通方便 門口有巴掌小巴 還有一個無人沙灘 交通方便 環境清幽 這個屋苑也不錯 不如上去看看 好 走吧 加利亞 一進來這裡是大廳蓮花園 這間屋苑也很方便 有兩個出入口 可以在大門出入 甚至乎可以在車庫出入 進來這裡是大廳 雖然它的風格是簡約風格 但業主用了一些線條的條文設計 令整間屋都很有立體感 來到偏廳這個位置 就看到用了一個落地大玻璃的設計 光線非常充足 令整間屋很過敏 在偏廳旁邊還有一個小朋友的活動空間 雖然不算很大 但約幾個同學一起上來玩 都夠了 小朋友一定很開心 一上來這裡就是廚房和飯廳 這裡的廚房很特別 很少見業主會把廚房門改為落地大玻璃 感覺看起來都很開揚 另外這一邊 就擺到一張八人的大餐桌 擺到大餐桌之餘 還有一個吧桌區 招呼幾個family都沒問題 這間屋最特別的地方是 就是三間房都是套房 業主將其中一間客套房 改成衣務間 有露台空間感十足 這間小朋友的房間 好像比起剛才那間客套房大 對 這間房間是兩間房間打通 連接一個平台 你說小時候哪有可能在家裡擺個跳彈床 現在的小朋友真的很幸福 好 上多層就是主人套房 這間套房也是用了簡約裝修為主 用了灰色和白色做主色 後面又可以擺到大衣櫃 這間房間的景觀是怎樣的 景觀跟花園一樣 而且這間房間可以看到部分海景 天台的景觀就以山景為主 面積一點都不小 天台的景觀就以山景為主 和大家介紹一個花園 這個花園大到可以做一個魚池來養魚 我想三四十人一起在這裡燒烤 都沒問題 今天帶我參觀了雅景花園這個單位 跟觀眾介紹一下 這間房間的實用面積是1476呎 三房三圖 連一個大花園 車房還可以拍到兩部車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記得找Ray 請大家多留待一下 大家就可以了 再多留待一下 還想看什麼? 還想看什麼? 留言告訴我們 記得Like和Share這條片 訂閱我們頻道 按下個小鐘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